想像有一天醒來 全世界的女人都消失了 除了一個 可能地球上剩下的最後一個女人就是你 不管你是唯一的那個女人 還是眾多男人中的其中一個 你的生命會如何改變 這個最後的女人會得到所有的權利 還是會什麼都沒有了呢? 那又會怎樣影響世界? 這裡是What If系列 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個女人就會 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個女人 第一個出現的反應會是傷痛 每人都會失去一個人 騷亂也會出現 女性組成了美國47%的勞動人口 如果她們全部同時地繞過了一天的工作 美國的經濟會失去大概210億元 那還只是一天 但對你又怎樣呢? 你的日常生活會如何改變呢? 如果你是個男人 你就可能需要加把勁 在被標籤為女人的工作上做好一點 即使女性比以前更多的在家以外工作 也有著29%的美國已婚女性賺得比她們的丈夫更多 但女性依然監擔著更多的家務工作 照顧小孩、煮飯、清潔 都是些被認為是女人要做的工作 原因就是性別定型 在美國平常的一天 你的友情關係和家庭結構會改變 嚴格的性別規範可能會開始消散 因為男人會需要擔任所有的身份 而你的愛情生活也必然會受到打擊 如果你就是最後的一個女人呢? 生活對你來講又會是怎樣的呢? 那會是寂寞的 你可以有很多的男性朋友 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約會 不過就沒有女性朋友來平衡一下 你也會需要重新殖民整個世界 如果你還有20年的生育能力 那麼20年裡 世界上就只會有20個新人類 每年生小孩會成為你一生的工作 很可能不會那麼的愉快 如果獲取你的卵子 然後用人工子宮來重添女性到世界上 就會快很多 這個過程稱為培養繁殖 在2017年4月 費城兒童醫院的研究員宣布 他們已經研發出一個叫生物袋的人工子宮 這個生物袋在用羊羔的動物試驗裡成功了 荷蘭的科學家稱他們還需要多10年 就能創造出適合人類嬰兒的人工子宮 但暫時為止 這些生物袋只能用於早產的嬰兒 認成的初期或者嬰兒在子宮發育的早期 仍然需要是處於母親的子宮裡進行 剩下一個女人在地球上會推動科學家發展可用的一個人工子宮 雖然還有很多倫理問題圍繞著培養繁殖 但在這個極端情況下 這可能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而且這會減少你身為地球上最後一個女人 所背負的體力勞動和反復懷孕的危險 但作為最後一個女人 你會有更多還是更少的權利呢? 你會成為地球上唯一一個可以創造新生命的人 那可是一個挺強大的身份位置 但你會是唯一可以為你的性別發生的人 你的意見得到的支持可能很容易就被超過 這可能會令你感到被高度的壓制、誤解 和比憤怒多一點的感受 每一次的出生都會被國際慶賀 尤其是如果出生的是一個女孩的時候 而那些小孩在成長的過程中 會是最有名的名人 但當女孩子開始成年後 他們就可能會有危險 在中國和印度 男性現實比女性多大約7000萬 這帶來的影響就是上升的暴力世界 人口販賣、倉妓和抑鬱 我們會需要確保在全球任何重新增加人口的措施 都會把所有女性的安全放在首位 沒有女人的世界 很可能會變成一個刻薄冷淡的地方 所以請拿一點時間 來思考一下你生命中的女人 有多重要和強大吧 一起來面對事實 如果世上只剩下一個男人 我們的生活會簡單得多 不過 那就是另一個What If的故事了 secondo天嘉詞 除 ease 你的有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